我们的独家画面要带你来关心的是在新北市 一位陈小姐跟我们投诉说 他在一个摊商这边买了一碗粉肠汤 要喝的时候结果吓坏了 因为猪大肠里头居然藏了一根超过两公分的铁丝 他把影片PO上网 他现在质疑店家 当时在清洗粉肠的时候 吸得不够彻底 我要看它是什么东西 粉肠汤喝到剩三分之一 与营重突然发现 不要动 你晓风 仔细看粗粗铁丝超过两公分 就这样卡在猪大肠里 不小心去下肚怎么办 一碗粉肠汤多少钱 走访问题店家老板娘在柜台里忙着煮汤 猪粉肠前一天已经洗好 丢下锅煮两三下就搞定 结果有在那个粉肠里面发现有铁丁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 是谁在经手的 平常在清洗这些的话 厨房的 厨房的 店家说出问题的大肠和往常一样从市场买来 直接送到厨房清洗 当时没发现有问题 实际买一碗试看看清澈汤头 这次看起来很OK 粉肠里的铁丝到底哪里来 像我们做的都洗过一看 另一家卖粉肠30年的老板说 猪大肠本来就藏污纳购 没洗个三四遍很难干净 铁丝可能混在饲料里被猪吃下肚 店家没注意就煮进汤里 干净是一定有干净啊 它只是 是不是因为清洗太随便让民众吃出问题不得而知 但这么大的铁丝藏在猪肠里 商与恐怕大打折扣 拿去给